好,各位考生大家好 我是三民俯考的张老师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说明警察考试的最新考试资讯 这两天已经公告了警察的相关考试的状况 以及他的相关缺额 那各位考生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度的名额也比往年要来得多 所以今年度绝对是一个你准备考试的最好机会点 那警察考试在今年度的3月10号到20号做考试的报名 那6月17号到19号做考试的一个应考 所以同学要记得做考试的一个报名 才有一个上战场的一个机会 今年度名额也比以往来得多 所以非常鼓励各位同学能够投入今年度的警察考试 那很多同学问说老师警察考试有什么优势呢 我想我们在这边统一做一个介绍跟说明 警察考试如同我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相对的名额要来得比起所有的考试要来得多 目前106年度的警察考试的相关缺额 已经上看了3000多个人 而且各位考生你可以发现 他目前的3000多个人所属叫暂定缺额 之后都有可能会再做增额录取 所以名额如果一旦多了 就大幅了增加你自己考上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最终能不能够考上的关键 还是来自于你的分数取决于你的分数 但各位考试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警察考试你会发现 这个考试的录取分数 比起我们在学校念书的 那个及格分数要来得低点 去年度以四等行政警察来讲 他的录取分数最低在57分 换句话说是同学你只要考高于57分 就有上榜的一个考试机会 那他还有什么优势呢 第三个你会发现警察考试 他的录取率比起所有的考试要来的高 录取率有多高 他平均的录取率已经高达到30到40% 男生的部分接近大概35到37%左右 那女生的部分 大概已经接近一块40%的一个录取率 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考试 大概像女生的部分已经快两个人 快考上一个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这一个考试机会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想说 老师我要考警察考试 我相信很多人看中的是第四个 是叫什么薪资 因为特考特用 所有他的大概薪资水平 都会来得比起一般的公务人考试 公务人一般的国考的薪资要来得高 有多高呢 一般以四等的薪资来说 大概在55,000上下 以三等警察考试的部分 大概在6万块上下 所以各位 这个薪资的水平 我相信一定非常值得你做考试的投入 跟考试的准备 那我们来看警察考试 他的类科 他的等别划分 他的等别划分 大概划分为两大等别 有三等考试跟四等考试 三等考试就我们公务人考试俗称的高考等级考试 他的报考资格叫做大学以上毕业 他在考试的世界里面 总total考7科 大部分是以深论题的考试为主 那四等考试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普通等级考试 他的报考资格叫高中值以上毕业 总total考6科 大部分是以选择题加上少部分深论题的考试为主 各位你可以发现 以四等行政警察来做举例 他大概已经接近80%都是考选择题 只有一科刑法的部分是考深论题 待会我们会做考试的一个考课的介绍跟说明 那三等考试跟四等考试的最大差异就是 各位应该有在路上看过警察 三等考试就是我们所谓的两线一星的警察 那四等考试就是我们一线三星的警察 最大的差异就是四等就是我们的基层行政员警 三等就是我们的警官的相关的职务的一个状况 那四等考试我刚才有说 他的起薪大概在55000左右 三等考试的起薪大概在6万块上下 那依照现在的时间点 其实老师鼓励建议你先朝四等考试的部分 来做考试的投入跟做准备 为什么因为依照提醒跟考试的科目的状况 以及你准备的时间点 我们当然是先求有再求好 这样子的状况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 那警察考试它分为两个类组 拿两个类组 一个叫行政警察 另外一个叫做消防警察 你说老师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选择 我跟你讲很简单 如果你是念理工科的同学 你在学校有念过物理化学的同学 我建议你可以投入消防警察考试 各位你可以发现消防警察的录取率也相当的高 将近快40 50%的一个录取率 它的录取分数大概只要50分就可以考上 那你说老师那我如果假设是念管理类组文科 法律相关科系的同学 老师会建议你 除了理工科系的同学 老师建议你朝行政警察考试的部分 去做考试的投入跟做准备 因为你会发现行政警察一般 就是大家起跑点都一样 他不会有在学校念过的一个问题跟状况 那依照行政警察跟消防警察 他的工作属性 行政警察就是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警察 就叫做行政警察 那消防警察就是我们所谓的打火弟兄消防员 所以这两者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那我想大部分同学 目前大概都会朝四等的行政警察 来做考试的准备 我们特别做一个考试科目的介绍跟说明 以四等行政警察来讲 他的共同科目考国文 那当然国文里面包含了三大科目 三个小科目 不能讲他三大科目 三个小科目就有作文公文跟测验 那共同科目还有另外一个叫英文 那还有宪法 这叫做警察考试的四等行政警察的共同科目 以专业科目的部分来讲 他考法学序论 行政法 以及刑法 各位你可以发现 依照国家考试的规则是如此 依照你看考试科目 以前前面的符号 只要出现米字号的 就是都考选择题考试 所以以英文全考选择题 宪法全考选择题 法学序论全考选择题 行政法全考选择题 唯一只有一颗全考生论题的就是 刑法考试 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 很多考生 其实我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个考试 是因为题型的关系 百分之八十都是考 以选择题考试为主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重心的一个 比重的关系 你会发现一般会考上的同学 大概都以三大主要科目 三大主要科目来做一个拉分的动作 因为各位你可以发现 国文英文 它不是一时可以述成的 当然我们只要掌握到基本分数就可以 我们主要会以法序 行政法跟宪法 这三个主要科目 去达到八十分以上的分数 离上榜的距离就会更加的接近 那当然最终我刚刚有跟各位同学讲 他的录取分数不高 那你说老师录取分数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依照这个四等行政警察 换句话说是你只要拿到57分以上的分数 就有机会能够 在今年度就有机会能够考上 那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比试之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体能测验 体能测验的部分依照两大考试 一个叫立定跳远 另外一个叫跑走 那你只要通过了这两个体能测验 我们就能够到你新训的单位 去做一年六个月的一个受训 受训完之后 你就是一个一个月零五万五 六万块的一个薪水的正式警察 所以换句话说是各位同学 这个考试绝对是值得你做考试的准备跟投资的 那依照现在的时间点 我建议各位赶快去找寻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工具 准备考试的工具 举个例子 像有面授或者是函授 像DVD函授或云端函授 那另外一个推荐给各位的是 我们双校辅导课程 有面授加上云端课程 可以让你在准备考试上面的 那个扎实度能够更精准 所以同学现在应该要赶快赶紧的去找寻 一个设计的工具来做考试的 加紧的准备 那就有机会在今年度的警察 能够顺利取得分数 能够顺利的考上 那张老师也在这边预祝各位同学 在106年度的警察考试 都能够金榜提名 谢谢大家